这个胖子正躺在手术床上 原本准备做抽脂手术 然而医生却震惊地发现 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减小 反而充气般无限变大 狭小的手术是瞬间被他的肉充满 而一名无辜的医生被他出窗户 掉了出去 当他来到马路上走了几步 人们还以为地震来临 疯狂逃窜 而胖子看到如同积木大小的房子里 住着一个美女 美女惊恐地看着 胖子将手伸向自己 以为即将完蛋的时候 却发现胖子只是想品尝自己做的美食 大胖刚将美食吃下 就感受到自己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为了不委屈自己 大胖也不顾周围的人群作何感想 一阵连绵不断地响声传来 而人群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而此刻一个靠在墙角的大野 则淡定地掏出火柴 一朵绚丽的蘑菇云在城市中央绽放 等大胖再次苏醒过来时 发现原来都是做梦 为了让梦境永远不会变为现实 他又回到了自己心爱的实验室 继续着他的研究 希望能够早日成功改变自己的形象 重新赢得尊重和自信 然而 他的美梦却被一次意外事件打破 实验过程中 大胖忘记了给杰瑞关门 让生性好动的杰瑞们跑了出去 导致整个学校陷入混乱 校长马上大吼着 喊大胖跑着去见他 显然 校长办公室的椅子并不是为大胖定制的 没办法 大胖深吸一口 才勉强让自己 丰满的臀部卡了进去 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大胖 让他放弃这个实验 认真教导学生 但一心只想改变自己体重的大胖 哪里听得进去 便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恰巧碰见一只杰瑞 正在吊灯上锻炼着身体 但因为喝了大胖研发的药水 此刻控制不住自己的生理需求 而此刻 校长抿了一口杰瑞使咖啡 顿时一个机灵 总觉得这次的咖啡与众不同 而此时杰瑞想锻炼一下跳水 一个漂亮的跳跃 可惜水花过大 作为裁判的校长直接取消了 杰瑞的参赛资格 大胖健壮也趁机溜回教室 作为整个家族当中 最瘦的胖子 他担负着振兴家族的众人 但前提是 他能够在下周的光棍节到来前 摆脱单身 当大胖再次遇到自己的女神 便决定鼓足勇气 邀请女神共进晚餐 原以为会被拒的大胖 没想到女神竟然答应了 这让300斤的大壮兴奋的像个孩子 特意回家换上了自己最满意的西装 但谁承想在吃饭时 自己被餐厅的助唱歌手调侃身材 这么大肚子的 大胖当然不会计较 但歌手见大胖不予理会 便又将矛头指向女神 这让大胖怒不可遏 但为了在女神面前保持绅士 只好提前带女神离开餐厅 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形象 大胖连夜赶到实验室 马不停蹄地研发自己的减肥药水 按照大胖的设想 这款药水能够让人减肥 却不知道副作用会是什么 此时的大胖夜也顾不上 直接把心一横 一口闷 大胖直接被疼得手舞足蹈 随后直接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 大胖开始整理被自己弄乱的镜子 看着不再合身的衣服 大胖立马跑到服装店 将自己以前想到不敢想的衣服 全试了个遍 对自己苗条的身材感到无比满意 回到实验室时 刚好遇到了前来找自己的女神 此时的女神完全没认出 这是那个三百斤的大胖 大胖趁机用新身份再次邀约女神 随后 还非常自然的 将手搭在了女神身上 这兴奋的一幕 让大胖都开始了膨胀 可定睛一看 这不是自己的手在变大吗 吓得大胖连忙把女神推了出去 并告诉女神 自己会转达给大胖你来找过他 随后转身回到实验室 再次研究 这才知道原来减肥药水有时间限制 这个男人为了减肥 不仅去医院抽脂 还找中医做针灸 同时 还每天坚持去健身房锻炼 但看他的身材 并不能感觉到丝毫变化 于是走投无路的大胖 决定尝试最后一种方法 喝下自己倒过出来的减肥药水 竟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眼看自己变成了小胖 他立即邀请女神共进晚餐 但因为跟租车店老板砍价的缘故 导致女神一个人等了很久 看到女神转身就走 小胖立即使出浑身解数 这才挽留住女神 随后在餐厅 又看到上次让自己难堪的助唱歌手 气不打一出来的小胖 决定狠狠地报复他 不仅气得歌手后槽牙都咬碎了 还给他全身来了个拳头按摩 正当小胖扬眉吐气时 小胖再次感受到了 自己又开始膨胀起来 他可不敢让女神看到 自己就是大胖 于是连忙丢下女神回到车里 但这可是以小帅身材租的汽车 理所当然的 大胖被卡在了车里 回到实验室 助手说大胖因为喝减肥药水 而产生了第二人格 而这也是药水的副作用 但大胖却舍不得自己 变为小胖时的快乐 他不顾助手的劝阻 白天是肥重自卑的大胖 兢兢业业给学生上课 晚上却是渣男小胖 刚约完三个美女 转身又去约女神 直到这天 大胖无意中发现 小胖留给自己的视频 说自己将会被小胖取代 这让大胖惊慌失措 连忙将药水全部倒掉 可是到了晚上 小胖还是出现了 并在宴会上大放厥词 众人只以为他喝多了 也并没有理会 直到大家发现 小胖在舞台上 开始殴打着自己 原来是身体里的人格 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最终也是在身体的膨胀中 宣布了结果 大胖落魄地转身准备离开 可此时 女神却拦住他 告诉大胖 自己一直是被大胖的善良所吸引 并邀请大胖做自己的舞伴 最后 大胖也如愿地追到了 自己心爱的女神